民调显示 岛内民众对赖清德的不信任度达39.7% 比上月增加了1.4个百分点 其中19.9%的民众表示很不信任 19.8%的民众表示有点不信任 针对赖清德的执政表现 有38.5%的民众不满意 这与赖清德5月就任时的民调数据相比增加了13.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担心未来四年两岸敌意升高会发生战争的民众中 有51.4%的人对赖清德的执政不满意 对此有分析认为 赖清德上台以来频频煽动两岸对抗 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其信任度与满意度不断下滑 间接证明了 赖清德为一己私利谋独挑衅的做法不得民心 我还是希望不要打仗啦 但就是现在这个现象 因为我弟弟也是军人嘛 双飘仔 赖清德就是双飘仔 他儿子不用当兵 然后我要当兵 你要台湾男生当兵 结果他自己儿子不当兵 顾虑到后面的孩子的生活 后代 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下一代的问题 相比赖清德不断下滑的民调数据 在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调中 国民党则收获了39.5%的民众好感度 比上月增加了2.1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 赖清德上台以来 民众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增加了6.6个百分点 反感减少了11.4个百分点 然后看我们这边看我去看 所以在这边看我 release 那边看我来看我看你 你的话看我看你